有窃賊趁著颱風夜到陽明山上的豪宅行窃 這個窃賊在昨天晚上從窗戶潛入了兩戶民宅 但第一時間沒有得逞 隨後選了要價上億元的豪宅闖入 偷走了貴重的珠寶 首飾等等物品 警方釣魚監視器三個小時之內在旅館逮到人 颱風夜白衣男子鬼鬼祟祟潛入民宅 先用手電筒照一照準備入內行窃 偷完貴重物品後太匆忙還不小心跌了一跤 鞋子還掉了 趕緊起身撿起來火速逃走 過程都被監視器給拍下 警方立刻追 大批警力衝到旅館停車場 雨衣雨鞋還放著晾桿 確認人才剛回來立刻破門而入 上前將人壓制 因為這名窃賊很囂張 趁著颱風夜跑到豪宅行窃 占星男子三號深夜趁著颱風夜 警方忙於救災 偷偷潛入位於陽明山兩戶住家 破窗入屋 但第一間刑窃被發現沒有得逞 立刻逃逸 隨後選了要駕上億元的豪宅闖路 並竊走屋內翡翠戒指手鐲等物品 接著騎著懸掛假車牌的機車躲到汽車旅館內 管家發現家裡被翻箱倒櫃 嚇得趕緊報案 現場並炒獲阿Vitamin吸食器 並取貨翡翠戒指手鐲 項鍊 名牌外套等帳戶 據了解遭竊的豪宅主人為經商老闆 把豪宅當作度假處 平常只會由管家負責管理 才會讓竊賊有機可乘 警方三個小時內得到人連同毒品等罪 一送偵辦 藉由汪梓瑩陳冠銘台北報導